雷霆881 叱冊903 有谁共鸣 在2009年参加第一届亚洲星光大道的李志豪 比赛之后在亚洲电视幕前工作吸取演出经验 虽然在一间缺少音乐范售的电视台工作 但李志豪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歌手梦 反而趁机会装备自己 装大自己对音乐的热成 离开亚洲之后转头到现时的经理人公司 决定重拾歌手梦 既然是重新出发 那便连名带胜离了大翻身 将以前的李志豪 聚着亚洲一起消失于空气中 变成现在唱得又跳得的 2016年乐坛新人安俊豪 大家好 我是安俊豪 是2016年的新人 送给大家我最新的排台歌 沉伦 Zither Harp 既怪于你每段往事 你不会懂 Zither Harp 我今晚说不出声 漫长夜空 盼河七刻之中跟你相拥 用这暖暖爱意掃走冰冻 感受进入怀抱那甜蜜之中 虽然爱你我也不懂得 这可笑吗 脑内却我继续片子 如童话 梦里清醒都必把你牵挂 为你不懂得牵挂 为你不惜牵挂我都不怕 留下回忆总可以吗 明白是 自我必须勇气 重逢但我偏禁心放弃 谁发现身边的你 重复制造几多的传奇 沉伦作诗亦中感爱你 宁愿让这美梦藏起 此生命不会死 一一回流 却心中跟你继续飞 虽然爱你我也不懂得 这可笑吗 脑内却我继续片子 如童话 梦里清醒都必把你牵挂 为你不惜牵挂我都不怕 留下童话故事爱吧 明白是爱必须勇气 重逢但我偏偏禁心放弃 谁发现身边的你 重复制造几多的传奇 沉伦作诗亦中感爱你 宁愿让这美梦藏起 此生命不会死 一一回流 却心中跟你继续飞 总是爱太狠狠 就算听多少负重 仍敢于丹气更多 明白是爱必须勇气 重逢但我偏偏禁心放弃 谁发现身边的你 重复制造几多的传奇 怀疏内心打暖的忍迹 沉伦但我未曾心死 即使无天雪起 总不遗忘 尽管此生爱你 是悲 刚才听到的沉伦的版本呢 就是一个我自弹自掌的版本啦 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个自己小小的故事 这个故事其实是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认断出 我是有读写障碍 和过度医药症 当时其实最辛苦的不是自己 是我自己的父母 那怎样读写障碍 其实我们经常会听这个字 怎样障碍法呢 其实是我们需要多一个关卡 才会学习到东西的 譬如大家会知道A是阿音 即一见到A就会知道是阿音 但我们要联想起一些画面 勾起A是会阿的 即是这样会有一个声音出来 然后才可以记得是阿音 即譬如好像我见到一个字 譬如我现在读韩文也是这样的 我现在读韩文 譬如那个是Your字 我就在想为什么它是Your呢 我就会幻想一个画面 或者幻想一幅图画 我才会学到那个字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学习 会比一般人一万两三倍 所以在那段时间 有可能我未诊断出这个症的时候 那些老师就会觉得 为什么家里有人不陪他 不教多些他 为什么家里人 我最深刻的是这一句 为什么家里那么没有家教 其实我妈妈是对我好严苛的 所以希望如果身边的小朋友有这个病 或者知道他有可能有这个病的时候 都可以体谅他的家人 那为什么这一首歌我那么有感觉呢 就是因为这首歌的歌词 就在那里问天父 究竟你有没有帮助过我 你在我最黑暗的时候 你在哪里 其实很深刻的 那时候好像没有人帮到我 甚至乎同学都会觉得我很坏 老师又觉得我读书不聪明 家里人又觉得 为什么我今早跟你背完那些东西 你晚上又会忘记了呢 那段时间我没有自信 很黑暗的 所以送给大家一首我很有感觉的歌 You'll find m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You found me You found me Light on the floor Surround me Surround me Why'd you have to wait Where were you Where were you Just a little late You found me You found me In the end Everyone ends up alone Losing her The only one Who's ever known Who I am Who I'm not Who I want to be No way to know How long she will be Next to me Light on the floor You found me You found me You found me Light on the floor Light on the floor Light on the floor Surround me Surround me Surround me Wild your hearts away Where were you Where were you Where were you Just a little late You found me You found me Early morning City breaks I've been calling For years and years And years And years And you never left me No messages You never sent me No letters You got some kind of nerve Taking all I want Loft and insecure You found me You found me Light on the floor Where were you Where were you Loft and insecure You found me You found me Light on the floor Surround me Surround me Surround me Wild your hearts away Where were you Where were you Where were you Just a little late You found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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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手安俊豪 歌曲全程 引返你的共鳴 Loft and 都比人家差 如何努力都跟不上正常形的水平 所以在此 我多謝媽媽 音樂也救了我 因為小時候媽媽很喜歡唱歌 培養到我可能在中學時 我都愛上了唱歌 所以開始慢慢找到自己的方向 有可能喜歡唱歌的人就會明白 有可能洗澡又會唱 擦牙又會唱 音樂已經離不開我 所以送給大家這首歌 是陳奕迅的《沖口而出》 沒有米高峰 我亦有音波高 就直播跟CD一樣 若你想欣賞 有沒有金曲掌 我亦會一開口就唱 我亦以前在返林 不記得著我 請你多多爆笑 只問送上燦爛 要場地有限 現場做法 你夠不夠 你夠不夠 又讓我開開口 顧及我嘴巴的忍受 沒有金關口 以直至的出口 氣密我一點都沒有 有的用 我都將沉水火山 突然發難 請你多多 用口 是蜜糖或子彈 闖盡你心分 盡你任感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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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唱歌 其实某程度上都挺帮到我唱歌 因为唱歌最重要是 令到听那个和唱那个都有画面 之后我因为 讲过我小朋友的时候 我很没自信 那怎样去 拿回这份自信出来呢 就是我可能站上台唱歌 找到这个位置之后 就开始想人家去认定我 那时候我就想去 参加一些歌唱比赛 那就希望多些人去认识我 看看一些评判的心目中 我的评分到底是怎样 透过别人去认识自己 那这个是我参加比赛的目的 那也都不打不撞 参加了电视台的歌唱比赛节目 也都入到位 那我记得在这么多集里面 我唱过一首歌 是有很多的评语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那一首歌是叫南语 这一首歌是在当时 我记得是PK赛来的 那我对手都是唱南语 也都刚好旁边台有一个选手 也都唱南语 那所以大家就会有一个比较 那所以那时候 我唱这首歌是很多人去听 那所以这首歌对于我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捩点 灰灰灰的天 空空的街 前传细雨点 用邪闻 交迹出一张 香蓝面 微凉的风中 街中一把 造气质的火山 像雪 沉默过 这一天 曾经历地灰灰淡 因我爱 看雨点 在未来 风中 沙向你 经历你面 然而今天 洪洪的街中 飘映雨淡 会有你 阴历甜 极吐烟 冷冷雨 我 会照烟因找不到你 冷冷雨 第一房子 要等你经过 可雪冷雨 偷偷停泊 别追影爆影一波 忘掉雨淋过去 有爱旅走过 曾恨喜呼 阴阴痴 任何爱 寒雨淡 在未来 风中 沙漠你 青蚊里面 然而今天 洪洪的街中 飘映雨淡 没有你 阴历甜 极吐烟 冷冷雨 我 会照烟因找不到你 冷冷雨 第一房子 要等你经过 可雪冷雨 偷偷停泊 别追影爆影一波 忘掉雨淋过去 有爱旅走过 烟烟不清楚 你已抛低我 仍同侧风 都关西走的走离 可不不知 不再会有结果 未烟不清楚 未那些经过 留下万千罪 亦一生无所望 今天可不会 想起我 歌手安俊豪 歌曲全程引发你的共鸣 其实唱歌这件事不是喜欢的 其实好像离不开这件事 我在很多地方都说过一句话 就是 梦想对于我来说是必需品 并不是一个奢侈品 有可能梦想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 但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必需品 就是去支撑我的生命 去支撑我的动力 支撑我的方向 所以唱歌这件事是和我仍然不离 去到比赛的时候 有一位良师 就当时认识了她 她是密清老师 最近她离开了 这位老师帮助了我很多 因为她本身升学出身 我又没有任何升学底 所以在比赛里面 其实我很负责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参加比赛才开始去 去唱歌 学习音乐 有可能其他的选手 有可能他们已经训练了很多年 或者他们已经做好装备 才上台 所以我当时很感谢各位老师 每一首歌她都是慢慢去帮我调整 每一首歌都是慢慢帮我去训练 所以如果当时没有她 有可能这个比赛 我会不会走到这样 比赛完之后 有可能那段时间其实很开心 因为有可能每个星期都会在电视机上看到自己 那去到完结了比赛 你就会开始不习惯 因为第一 第一 你每个星期都可以追你去看 而且 开始和一些喜欢你的人没有了互动 也都开始好像没有在萤幕上看到自己 慢慢失去了方向 当初很天真以为 完成比赛都会继续继续续续 loop 但是去到完结后 发现很多事情都安静了 好开心 不ayı你再不接触 关于音乐的活动 所以自己也很担心自己的路是怎样 所以那段时间我是迷失 很好,那時有一個朋友在比賽中認識,他叫張祖成 當初他鼓勵我,其實每一個藝人或歌手都有這些時間 不如這樣吧,我跟他作一首歌 無論這首歌是怎樣都好,你當是勉勵自己或鼓勵自己 所以這首歌就是屬於我的一首歌,叫做迷失 等待奇蹟的出現,能與你在無同的時空裏遇見 盼 盼望黑暗的來臨,欠你知道世界僅是傳統的那一天 我不停地想,一萬個終於的理由 我不停地想,怎樣是世界那一次我們许下的諾言 十年讓我不停地想起 雨裡的每分每秒,正想念你 一幕在微風中,輕輕地搭起 我停留在寂寞的夜裡 每天我在地獄裡,忍受著孤寂 混亂的思緒,讓我迷失的自己 我停地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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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停地想 我不停地想 一萬個終於的理由 我不停地想 只能出世界那一次我們许下的諾言 十年讓我不停地想起 我停留在寂寞的夜裡 每天我在地獄裡 群手前哭起 萬萬的失去 我迷失的自己 失念讓我不停地想起 与你的每份美妙 就相应你 你模糊在微风中 轻轻的飘起 已经留在寂寞的夜里 每天活在地狱里 难受着孤寂 混乱的时期 让我迷失的事情 狂乱的时期 让我迷失了自己 其实这首歌是一首情歌来的 为什么我会用迷失来做主题呢? 因为当时有一个故事 就是我一个朋友 刚刚新婚 跟老婆去了导物鱼 她去了北海道 然后不小心有交通要外 令到她的老婆本身不遂 昏迷 所以她就觉得 为什么上天要安排了我们两个一起 然后很狠心地 令到其中一个永远都起不了身呢? 然后她就跟我讲了很多故事 所以就 在这个时间的时候 我就用了她的故事来写了这首歌 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填字的作品 所以 我也很感谢这个同事 因为她讲了这个故事给我听 所以希望这首歌 也都可以让自己去知道 其实自己 都不是说在这个世界上 被自己的音乐遗弃的人 有可能是有很多人更加是更加不幸 所以我希望用这首歌去鼓励自己 然后 出完这首歌之后 有一段时间 都是很迷失的 因为那时候电视台没有音乐节目 自己做了很久的事宜 做了很久的主持 那好像找的都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也都没有动力去做事 那 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 我决定离开香港 去到台湾 去参加歌唱比赛 那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决定 因为我自己想 起我 自己还有 这团火啦 或者是 还见到 可能有很多的朋友 来自世界各地都来香港比赛 那为什么我不可以去台湾试试试呢 那我就拿着 我有可能仅仅一年 在电视台的职速 那就 莫茂然就过了去台湾参加比赛 那段时间 以为自己很多事都可以够理解释 因为未去之前 你不会知道有什么困难 那去到 发现原来住宿是很大的问题来的 因为有可能我去到的时候 有可能是七月八月 那很多学生放假啦 有游客啦 接着有可能台北 又会去台南台南 又会去台北那些人 那所以就 那些旅馆啊 或者是那些民宿 全部都敷了 那 甚至乎 我想租一些 有可能半个月的民宿 都是没有的 那 去到最后 我是要住一些 时钟酒店 有可能是 那些人上去开心的地方啦 那也都连门锁都没有的 那段时间对于我来说 都挺深刻 因为你每天 在一间房里面 就只可以 对着一份歌词 播着一些音乐 我一直练的练 希望在一个比赛里面 可以出人途地啦 然后可以快点发展 那到最后 那到最后是不顺利啦 用完自己的所有的积蓄之余 还要回到香港 那当时 我能用这首歌的心情 是周信的外面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我出去会不会失败 外面的世界特别慷慨 装出去我就可以活过来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我出去会不会失败 外面的世界特别慷慨 装出去我就可以活过来 留在这里我看不到现在 我要出去寻找我的未来 下定了决心改变日子真难待 吹起了蜡烛愿望就是离开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我出去会变得可爱 外面的机会来得很快 我一定找到自己的存在 你离开都也不转不回来 留在这里我看不到现在 我要出去寻找我的未来 下定了决心改变日子真难待 吹起了蜡烛愿望就是离开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我出去会变得可爱 外面的机会来得很快 我一定找到自己的存在 已离开都也不转不回来 我离开永远都不再回来 歌手安俊豪 歌曲全程引返你的共鸣 其实去台湾的时间是很值得的 因为是见识到不同地方 他们的音乐文化 还有我为什么这些积蓄用得这么快呢 除了在那边住宿之外 自己也花了一些钱 去跟一些歌唱老师 或者一些音乐监制学音乐 究竟台湾的音乐和香港的音乐 有什么不同呢 发现原来台湾的受众 他们的不同的音乐类型会接受多些 有可能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比较快 所以他们比较蓄食 有可能听一些melody 耳机或者好听就OK了 但原来台湾他们会很讲究 一个编曲怎么编曲 或者类型 Jazz、Bloose 这样去玩 所以也都是学到很多东西 回到香港之后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对自己很失望 很气馁 直接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觉得自己做音乐 是支撑不到自己的经济之余 好像在浪费时间 也有不同的朋友 给了不同的意见 最终自己就去了做售仇和售仇 做了大概半年的时间 心里面是很不甘心的 所以这首歌 希望可以说出我的心情 这首歌是《起点中站》 《起点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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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这一个车站 才从中越走到 已结合 这是我的出发不仅 谁要还是终着 别问我 别问我 誰有彩劃 所欠所賜 路太壞 別問我 別問我 都不慣 如果歸去跟你多重方案 從此關閉雙眼的界限 誰可知我賺你 以前未敢做不斷 少不能犯 你是我心底的中沉 但是只有止卻沒浪漫 再遇上高山與急關 愛得更加輕難 如果歸去跟你多重方案 從此關閉雙眼的交談 誰可知我賺你 以前未敢做不斷 走多半 是山走過萬長萬重路跟 水管帶有幾個幾個站 重新唱發月亮月亮 船根起手下 最終的機會 我不 deficits 未來幾個站 宿主 也不可以 好幾個站 未來幾個站 因為跳過萬長相 祝妳看這站 既然沒有風暴 靠近有風暴 brothers 我們不知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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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